你覺得我這樣穿起來很瘦嗎 一看就馬上決定要下單 爆幹瘦欸 我整個看起來爆幹瘦 衣裝外套是不是也很好看 這件就是真的是免動腦裡 怕我一件就可以出門的 Hi 我是阿麗絲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穿搭 我只能說 近期我買到的非常多單品 都很好看 而且很顯瘦 之前有一陣子比較少分享穿搭嘛 結果這一陣子就是 穿搭就是一直來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看得很開心 因為我主要是買到這些單品 讓我覺得 喔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穿起來真的很好看 很舒服 又很瘦 那今天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說Mercy Tutu以及Ris的網拍衣服 那這些呢 都是走比較夏季舒服的穿搭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囉 影片開始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看到我的更多新品美妝開箱 生活及時動態 或者是旅遊分享的話 歡迎去追蹤我的Instagram喔 那先說一下我的身高是166公分 體重是64公斤 但我會覺得說 只單看身高體重不太準 一定要仔細看我的三圍 所以我都有把我的詳細的身材尺寸 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點開來看一下喔 接著呢 就準備開始我們的夏季穿搭啦 那今天會有兩個牌子嘛 所以我會混搭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還是會詳細註明說 我現在分享的會是哪一個牌子的哪一件衣服 首先呢 是我身上這一件 它是一個比較雪仿的洋裝 我只能說這一件我真的是太喜歡了 大家不覺得我這樣穿起來很瘦嗎 這種衣服就是離心女孩的必備款式 為什麼呢 我先來講一下 首先呢 它這一件它是做這種抽繩 它會讓你看起來有腰身 再來呢 下面就是做一個散裙 這個散裙又不會太飄 它還是有一定的版型在 所以可以修飾你的臀圍以及腰圍這邊的部分 還有到腿圍 那這一件呢 是Mercy Tutu的洋裝 我當初這一件是我後來又在補下單的衣服 因為我當初其實看到這種洋裝 我會比較在意就是它有沒有口袋 結果 它有口袋我就毫不猶豫的 趕快再跟我朋友一起跟單 然後再多買一件 結果買了完全沒有後悔 再來呢 這一件我挑選的是L號 為什麼我選L號呢 主要是因為衣長 因為我身高是166公分 如果我挑選M號 我的上升符合 那這邊其實應該也鬆鬆的蠻好看 可是如果衣長比較短的話 我抬個手 它是不是又會再更上來 這部分呢 一定要給身高高的人做一個參考 因為以前買網拍買到今天就是 看它穿起來就 欸 長度到這裡耶 結果呢 只有Model才155公分 很夭壽喔 跟我差了10公分 那我不是買來就在這個上面嗎 所以呢 大家身高一定要把它列入考量 所以我這件才會挑選L號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衣服的細節 首先先看到上半身 它這裡有做一個可愛的泡泡袖 這一件就會讓你看起來肩膀很挺 所以如果你的肩寬比較寬的人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如果你肩寬比較寬 它其實就只是穿在這裡而已 整體來說其實還是有修飾的 再來它的袖長 它是做一個5分 但它的5分 不會讓你顯得手臂粗 我覺得這個長度跟他們設計的 這樣子是一個非常好看的 然後它這裡做的一個反折呢 也做的很好看 它是縫死的喔 然後這邊呢 是兩個夾口袋 那這一件呢 是雪紡 但是它是偏厚一點點 可是呢 很神奇的是 卻不會讓你夏天穿起來很熱 然後呢 如果你到比較冷的冷氣房裡面 又不會讓你很冷 這一件超舒服的 因為它整件是鬆鬆的 會有風 會有風的那種感覺 所以大家不用怕說 到很熱的地方 這件穿起來很熱 因為下面是這樣子嘛 裙子的設計 再來 它這裡是做整個排扣 所以呢 你要當成一般的外罩衫 其實也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有個小缺點啦 就是這個繩子太長 我拉開給大家看喔 它繩子有多長 它繩子真的是超級長 所以我覺得比較缺點就是 如果你坐下沒有喬好這個繩子的話 會比較容易把它再拉掉 但也還好啊 這裡會hold住 所以也不用怕說會整個曝光或幹嘛 但建議大家穿這個啦 還是裡面搭配一下那個安全褲會比較好 但整體呢 我覺得這一件裙子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大家這件可以買 如果跟我一樣是理性身材 想要一個顯瘦穿搭的話 這件很可以 再來呢 就是我身上的第二套 我先跟大家分享上半身 上半身的話是Riss的這個牌子 是一件就是碎花的雪紡上衣 這件呢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少在我分享的衣服裡 會有這樣的類型 但因為我真的覺得這件很好看 就是它的碎花是紫色的 然後呢 我覺得一種很飄飄很夏天的感覺 然後呢 搭配這樣子的性色的西裝褲 我也覺得很好看 然後它的這邊呢 就是 袖子是做一個這樣子荷葉的袖子 然後這邊呢 也是有繩子 你可以把一個蝴蝶結讓它垂掉在這裡 再來它的袖子呢 也是做這樣子荷葉邊的袖子 所以呢 其實可以修飾到你的手臂比較肉肉的部分 但這一件的雪紡是比較偏薄的 所以整條褲子比較透 裡面呢 建議搭配就是淺色的內衣 那這一件呢 它是free size 所以如果你的身材平常都是要穿到L號的衣服的話就不推薦 因為我平常穿的是M號嘛 那這一件的肩寬呢 它其實是落在比較低一點點的地方 所以還是ok的 如果你是穿到L號的話 我覺得這件上衣會比較不太適合你 真的很可愛 很好看耶 這樣搭起來 是不是跟我平常穿搭感覺很不一樣呢 接下來是我下半身這一件褲子 是Mercy Tutu的西裝短褲 當初這件短褲在他們直播的時候 我一看就馬上決定要下單 這一件它是做比較後雪紡的西褲 短褲 然後它是比較硬挺的 所以我會覺得在身型上面的修飾會很好 加上來它這邊做了這個打折 所以也不會讓你的這裡腹部啊 看起來很胖 那我挑選的是杏色 它好像還有另外一個咖啡色吧 我覺得兩個顏色都非常好看 那這裡一樣有口袋 然後後面這口袋是做夾的 那褲管呢 這邊是做一個反折 那這個反折呢 是可以讓腿這邊看起來比較細 因為呢 這樣子反折嘛 你就會感覺好像有空隙 有空隙就會覺得是你的腿細 對不對 但其實殊不知這是褲子的設計呢 再來它的腰部分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鬆緊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完全剛好在我的上腰圍的部分 那如果你的上腰圍是比較再寬一點的話 這件可能會不太適合 因為我這件已經買到L號它們的最大尺寸 穿起來是完全剛好舒適好看的一個程度 那這件我真的也很喜歡 然後臀圍這邊我覺得也修飾得很好 就是它不會讓你的臀就整個爆開 它就是一個順順的 我那時候在IG上面分享 就是限動我在燙衣服 在燙這件 立刻有人問說 這是哪一件褲子 是不是 光看版型就知道它很好看了 接下來呢 是我身上這件 Mercy Tutu的上衣 那這一件呢 真的是一個普通到膚型的單品 可是呢 因為我近期比較需要這樣的衣服 所以我一次買了兩件 一黑一白 那包的呢 當然沒有後悔 因為這件做的是一個非常涼感的材質 就是很舒服 很柔軟 然後呢 袖子是做五分的長度 然後一個大圓領 所以呢 你不只可以正常穿 你也可以這樣子穿 你也可以露肩膀 就看你自己喜歡怎麼樣 那我這件挑選的話是M號 我覺得很剛好 再來它是做一個前短後長的設計 所以你要說它很普通嗎 還是有稍微的做一點小設計啦 你要把它綁一個 你要把它綁結 也可以 你要把它前面 這樣子 也可以 全部就看你自己喜好它怎麼樣子穿 怎麼樣子呈現方式 那色上衣我應該不用多說啦 反正就是很好看很好穿的一件 那其實這種衣服呢也是非常百搭的 就是跟牛仔褲也搭 或者是睡衣都非常的舒服 那我像現在這樣 我隨便身上帶一件這一種 西裝外套是不是也很好看 這件呢是一件紫藍色的 我覺得比較偏紫色的西裝外套 是Reese的 那這件也是free size 我覺得穿起來呢 長度對我來說是剛好 就是剛好遮屁股的長度 它沒有到非常over size 再來袖長呢也是剛好就是到我的手懷 這樣子呢是不是就很好看 因為現在夏天還是有些地方冷氣房嘛 比較冷嘛 所以你這種薄的西裝外套 就可以隨身帶著 你裡面當然也可以改成無袖的 這樣子也會更涼爽 那這一件呢 就是我覺得整體來說非常的好看 很夏天的顏色 然後我要說一下他們的扣子真的是 Super用心欸 有沒有看到它是做這種花紋 然後這件西外是沒有做墊尖的 所以如果是害怕墊尖的人的話也不用擔心 它就是完全沒有墊尖 它就是做一個比較軟比較垂的材質 如果你要說它要到很正式的程度的話 我也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它整個整體還是比較偏一個休閒感 很好看這個顏色超級漂亮的 一眼當初就看中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顏色是我沒有的西外顏色 再來呢我身上這一套我稱之為 可以當睡衣又可以外出的 好看穿搭 那這一套呢上衣就是 剛剛上一個同款包色的白色 所以呢它其實基本上 版型款是都一樣只擦顏色不同而已 再來呢我要分享的是 火氣阿半生這一條褲子 它是一件就是散狀褲子 這一件呢也有兩個顏色但我選擇的是黑色 而且看起來這麼 喔 爆幹瘦欸 我整個看起來爆幹瘦 因為它這件又可以遮屁股嘛 然後這裡又是做一個這樣子A字散狀 超級寬 所以你的腿阿就會看起來好像真的是很瘦很瘦 那這一件是沒有做口袋的 我覺得小可惜 但是如果它有這樣子的垂坠感飄逸感的話 沒有口袋我是可以接受的 這一件褲子我真的覺得超級好看 好看到我都想包色了 怎麼常常在包色阿我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屁股後面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就是做一個大閃狀阿 所以也不會讓你的屁股看起來很快 而且超級涼快 就是一件你要怎麼樣子 搭動作都沒有問題的褲子 那它的材質呢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厚 可是我覺得一點都不用擔心 因為它很短 天阿這一套真的是爆看瘦欸 然後這個褲子呢當睡褲又會非常舒服 如果你是跟人家一起出去玩 親旅行 你就穿這一套 你睡覺也可以穿 你要睡的時候你還可以穿得漂漂亮亮 然後呢如果大家說臨時去買個宵夜 你也可以穿得這樣漂漂亮的走出去 你不覺得很棒嗎 那褲子的話我是挑選的是L號 因為我會覺得屯威這邊啦 我覺得L號還是比較剛好 所以呢如果是這裡還是比較瘦一點的女生 你挑選M號其實我也覺得非常OK 因為腰的容許度非常的大 因為它完全是做一個鬆緊的 再來呢這件是Reese的橘紅色棉麻洋裝 有沒有前後我們都用這種 one piece免動腦的衣服做開口跟結尾 好那這一件呢我覺得它的棉麻材質整個算是偏厚一點點 所以呢其實夏天春天秋天要穿都沒有問題 那秋天春天的話你就搭一個小外罩就好 如果怕無袖會冷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一下它這裡是做兩邊的抽繩很可愛 所以如果你是腰比較細的人的話 這一件你可以再拉細一點點 那這一件的話也是free size沒有尺寸之分 但是因為這種類型我知道我一定可以 因為我就是上半身比較小嘛離心身材 然後下半身就是用這種裙子的款式去遮蓋 然後讓它修飾一個小果 這一件呢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有口袋 所以呢穿裙子出去也是非常方便的 再來它的無袖呢你不要看它這樣 它其實是有做一個心機它是遮婦乳的設計款式 你看這邊它是做這樣子 所以它這樣子從正面看的時候啊 它是遮婦乳的 然後這邊的領口呢我覺得就是剛剛好舒適的寬度 然後整個上半身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顯瘦 那整體而言穿起來它就是一個A字散狀的魚尾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說旁邊是比較長的 中間這裡是比較短一點點的 所以看起來就是有一種修長整個人是A字的效果 但它就做這種後面的拉鍊 然後整個臀圍啊下半身的修飾也都是非常的好看 這件就是真的是免動腦裡泡一件就可以出門的 大家可以聽到這裡有刷刷刷它有做一個內襯 所以你也不用怕走光曝光 而且它這內襯蠻厚的 所以我才會說如果這一件一路穿到秋天春天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件的長度我也覺得非常OK 我166公分它落在我的腳踝上面一點點 但如果你是比較嬌小的女生要穿的話 就會建議搭配就是有根的涼鞋 我覺得整體的比例看起來會非常的好看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鞋子好了 這一雙奶茶色的帆布鞋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穿 因為以往帆布鞋不是都會給你就是一種很硬的感覺嗎 但這一雙喔裡面超級軟 蝦皮上面一間叫做any shop的店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因為這個鞋子真的超級好穿 然後我平常腳是穿2424半 然後這一雙我帶24半是剛好舒適還可以穿襪子的一個程度 客氣好客氣它有超多顏色 漂亮的顏色都有 但我是搭了一個這個很實穿的奶茶色 好的那今天以上呢就是我的穿搭分享 是不是整個每一件都穿起來非常的夏天 而且顯瘦呢是不是都很好看 那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的新品美妝開箱啊 直播生活動態以及旅遊分享的話 歡迎去追蹤一下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有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可以點上面這個圈圈以及開啟小鈴鐺還有全部通知 這樣才不會漏掉我任何一支穿搭 或者是其他東西分享的影片喔 好啦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